重磅 又一超级巨无霸稀土航母来了 影响万亿级板块 12月22日晚间 正在组建中的中国超级稀土航母传来大消息 五矿稀土公告 中米集团 中国五矿 但周市人民政府相关稀土资产战略性重组 将新设由国务院国资委控股的新公司 重组三方共有7家公司股权整体化入 根据今年1月工信部发布2021年第一批稀土开采 以链分离总量控制指标 一旦此次重组完成 新成立的稀土巨无霸 将占到中国中重稀土矿产品总量的近70% 与北方稀土南北呼应 塑造一南一北两大稀土集团的新格局 公告显示 中国旅业集团持有的中国 稀有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中国五矿所属企业持有的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以及干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及所属企业持有的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干州稀有金属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干州中岸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 整体划入该新公司 今年9月23日 五矿稀土首次公告 接到中国五矿通知 中国旅业集团 中国五矿 干州市人民政府正在筹划相关稀土资产的战略性重组 中国兴网 中国电器装备 中国物流集团挂派成立 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联合重组 中国电科重组 中国普天 安当集团重组本纲 国家广网集团资产重组顺利完成 西土 煤炭等专业化整合深入实施 物流大数据平台 海工装备创新平台加快落地 而今年3月 中国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 新设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 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国中化控股 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 整体化入中国中化